hello大家好 这里是老公 这里 昨天出去玩说买了一大堆甜食 开学前必须要放纵一下 然后我接下来给大家测评一下 各种各样的甜品 甜品大合集 这就是我今天要测评的一些 这边是报社 这边树着的是百香林 我想吃好久小贝了 巴黎北田我那天耗羊毛耗的 是一个什么新出的香蕉系列的 然后我一块钱抢了 快夸我 百香林我买了四种 榴莲酥 蓝莓酥 蝶蓉酥 蝴蝶酥 怎么都是酥 我要吃了 我先吃这个 白兔酒 最近打白兔奶糖 真的好火 它裹那层打白兔奶糖的植物 就很想买 这块我看有一个 这块有奶冻 它这个 它这个脆脆给的还是挺多的 吃一嘴 这个脆脆巧克力的味 它是很轻的 奶冻很Q软 这么容易吃一嘴 它是很轻的 奶冻很Q软 这么容易吃一嘴 这么一口吞下去 奶冻很Q软 这么容易吃一嘴 冰一下再吃 冰一下再吃 要不温馨 还不错 刚才在这个酥 还挺大一会儿 就是蛋鸟的味道 海苔的腥味 不知道为什么特别猪 我要吃我的豹师傅 拿了豹师傅 基本所有口味的那个肉松巧克力 像牛肉松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说要一个牛肉松的 然后他说 这是牛肉味的鸡肉松小贝 不然他就来一个这个吧 看那家爆食物都没有柠檬了 我在旁边看见一家假的爆食物 就长这样 然后在他家买了一个那个柠檬的小贝 结果比正品店还贵 红豆Q果 听见里边声吗 就是里边都是红豆 我说了句废话 红豆Q果里边不是红豆是啥的 我说给大家撕的好看一点 真的是撕不动啊 太硬了 好吃 看那个麻糬不甜 里面那个扎克扎克的红豆很甜 很有嚼劲 我特别喜欢有嚼劲 尝尝雪贝吧 这个据说是雪鱼 雪鱼做的 闻着挺香的 来试试 感觉这也没有沙拉酱 好吃 特爱是那种风干的鱼片 所以跟那个味道差不多 当然我觉得最经典的还是海苔肉风的了 因此 海苔肉风的味道 旁边咱们 超好吃的 卖料理 鱼肉风的味道 它那个肉松特别的酥 海苔那种 还稍微解了点肉松的油腻和沙拉酱的甜味 沙拉酱我觉得不多不少正合适 再多就腻了 再少又没有那么油润了 不愧是正品包食 我尝尝盗版的 不愧盗版的比正版的大好多 你看这正大味 这是正版的 你看这个厚度就能看出来 这感觉也就太一半了 这是柠檬的 哎呀妈呀 我沾住嘴 我闻到那种特别浓的柠檬香精的味道 个人不是很喜欢 就是香精味道太浓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假的还是怎么着 大家吃过正品包食物家的柠檬肉松小贝吗 什么味道 这也是这种香精的味道 这个肉松的量也不是很多 摸出去啊 蟹花呢 蟹花跟肌肉其实长得差不多 就是稍微这个事儿 稍微深一点点 我好像吃错了这好像是牛肉 这个耍身的好像是牛肉味肌肉松的 吃完海苔肉松的小贝之后吃这些都没那么经验 颜色浅的是蟹花呢 贵的还是有理由的呀 你像他们海苔的这个蟹花呢 这两种肉松都是炸过的比较酥脆 很香 鸡肉松的呀 柠檬的那些肉松直接包在上面 没有经过一遍炸 没那么酥脆 这蟹花的味道不是很浓郁 是百香林 这个是蝴蝶酥 我刚刚往尝保湿物的蛋挞了 我刚刚往尝保湿物的蛋挞了 我感觉没没放什么糖嘛 平时我吃蝴蝶酥饼面一层那种白砂糖的颗粒 茴味都是黄油的味道 比就是比较酥脆 我要继续吃刚才报师傅这个 然后压辣了的 流心芝士塔 有点半熟芝士的味道 感觉里边有柠檬 这个侧面都是芝士 塔皮很酥 塔皮有一丢丢酸酸的味道 这个是榴莲酥 昨天我坐车的时候 我就感觉在袋里一股的榴莲 一股的榴莲 看见侧面这个榴莲馅吗 虽然它是榴莲香精吧 但是我挺惊喜 它的馅儿还挺多的 这个是蓝莓的 10块钱4个 还有蓝莓酱还挺酸 给蓝莓酱给的也挺多的 你看它这个酥层 起酥层气口 都特别大了 没什么椰蓉味 椰蓉味特别特别大 就是酥 我们把巴黎贝甜尝尝 好浓的香蕉味 就像韩国那个香蕉牛奶 那个跟那味一样 回味特别浓郁 面包体很松软 我个人对香蕉口味一般的人 我觉得这还不错 总体来说就是冯层层这家 白台这个我觉得很一般 但是这个价格来讲15一大盒 也还好吧 这个我觉得还挺大白兔奶糖 然后它这个用料也挺实在 比网上买便宜 我觉得这一大卷35 就是感象连加就很一般了 它家蛋盘好像据说就是1块钱一个 所以很火 这个椰蓉条跟这个胡椰酥 虽然吃起来很酥 但是感觉欠点意思 蓝莓酥酸度很高 我觉得还可以 榴莲酥 惊喜它的榴莲馅很多 然后豹师傅最推荐 当然还是我的海苔肉酥酥小胚 巴黎贝甜这我还挺推荐 尝试一下喜欢香蕉口味的人 挺香的 强推海苔苏松小贝 强推 强推 我说那个盗版豹师傅柠檬的那个